我们今天来讲一下就是如何就是呃 创建一个google slide 然后share给别人的时候 同时给别人的可以修改的权限 借个同学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操作 首先你需要呃新建你的slide 然后它是其实当然是存在两种方式 你可以share给别人的slide 一种方式是将你的这个slide的link进行copy 之后你可以在一个群组 或者你的一个呃联系人中 在聊天关注发送这个slide 在发动时会跳出来一个信息框 它会提示你呃 你想希望分享的是一个什么权限分享 然后你可以看到有weaver commentor和editor 我们应该使用editor 这样的话你分享给的目标对象 也可以任意修改这个slide 没错就比如说你们做完一个slide 你们睡觉就去了对吧 我想接着你们这个slide进行修改 哎我发现我改不了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对吧 这就是我的内心的活动 接着讲 第二种方式就是呃 你不需要copy这个link 你可以直接在slide这个界面中 添加你想要分享给的人 然后比如说看到左边这张图片 你可以将呃你认识的人加到这个框里 停留他的昵程会自动识别 这里有一个就是一个discord的机器人 作为一个例子 然后呃同样的你也需要将权限 变更成editor 然后你可以在这里填写一些message 去通知他一些内容 对你们每次做完slide 我觉得你们可能应该对吧 把这先先去群里 或者说跟我四条发一个link对吧 make sure我edit权限 然后再在这把我邮箱也加进去吧 这样这样双保险 这个能理解吗 我能理解 如果评论区今天看了这个slide呢 谁还不能理解呢 那咱们你就再做一个slide 然后我们再来一起教你 如果你不能理解呢 你也可以给他评论啊 好 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大概就叫做 如何教大家学习用Googleslide 好 这个视频先到这里 我先就把这个视频剪录了 我再来过 这个视频应该很快 我可以过20周来找你明天